我從來不想我自己壓對或壓錯 因為我覺得是就是會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Vision We like to dream But 我每次dream都come true 所以That's why 我覺得是 這個歷史就是beginning 現在還是24小時 你掌握你的手機在手上 它很密不可分 但是它是還有一個form factor的問題 原因是在說它還是會有不見的時候 那你戴在手上 你是身上的asset就是眼鏡 手錶 那你如果projecting在air的時候 That would be great 然後所以說 我覺得AR VR眼鏡是很重要的 還有這個手錶也是很重要